我们组织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专家 到这个呼隆布尔市疾病中心进行基因测序 现在我们已经对两个病例进行了基因测序 对病例保姆母和松姆母进行了缺基因的测序 那么缺基因结果写是 本次内蒙古满洲理事的病例新冠病毒属于L基因型 与已经公开的全球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库 和输入我国的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库比对 结果写是与俄罗斯流星株高度同源 提示满洲理事这期疫情是由净位输入引起的 下部我们还要对缝起因缝起进一步进行溯源 对其他的确诊病例也要进行基因测序和比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